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萱 今天我非常荣幸可以担任伯克莱的阅读大使 那我这次呢,为大家所挑选的这些书 它的主题就是 给在人生的跑道上面跑得有点累的你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累嘛 那在人生这个漫长的跑道上面 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一开始 为了追求一些title,一些名利 一些我们在外部会觉得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会觉得人生好像不只是有这些而已 那有些人不会意识到 如果这样的话,那或许也算是一种幸运 但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 尤其年纪稍微再大一点 到了三十几,四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在思考人生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意义 尤其当我们自己原本的那些状态 已经没有办法跟年轻人一起来打拼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献给这个世界的呢? 那我希望我这次所挑选的这几本书呢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给你一些刺激 或是一些灵感或是一些启发 那这些书呢 对我来说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想要跟大家来推荐的这第一本书呢 叫图为思考 这个作者呢 曹勋炫 他是一位韩国的围棋大师 赢过无数次的大奖 我当然也输了很多次 那现在呢 他还是非常的活跃 下围棋的时候主要一直教学 不过他还是活跃于韩国的政界 而他在这个自传里面呢 在回顾他这一生当中许多许多的场比赛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曾经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企图心 而且非常好胜非常好强的一个人 怎么样在他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再去看这每一次上战场 面对到一个棋盘 里面所碰到的一些人生的体悟 那我觉得对于一些做事情很有野心的朋友 我觉得这本书可以给你一些激励 我自己是不会下围棋的 不过我看这本书也意想不到 我竟然我也非常非常的投入 所以你不需要一定会围棋 也甚至不需要对围棋感兴趣 因为这看起来像是一本谈围棋的书 但其实他谈的是人生 第二本我想要推荐这本书呢 他是David Brooks 这位美国作家 他所写的第二座山 但他在形容的第一座山 是我们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就会爬的这座山 我们在追求一些外部的成就 但当我们到了这个第二座山 要起来的时候呢 很多人会进入到一种迷茫 那这个我们俗称为中年危机 但其实这个中年危机 也不是那么的简单 并不是说我今天出去外面 买个跑车或者谈恋爱 就可以来弥补我心中所感受到的那种 第一座山爬累的时候的一种空虚感 而第二座山究竟是什么呢 那为什么爬这第二座山 可以为我们带来额外的内心的平静跟踏实呢 这是一个有关人生追求意义的 这个终极目标 以及当你找到意义的时候 你会怎么知道自己找到了 那这本书真的写得非常棒 里面的文字呢也很有诗意 非常推荐给大家 第三本书呢是跟我特别有缘分的 因为它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就很意外地进入到我的人生中 那这本书呢是在1922年出版的 但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 它还是非常有影响力 甚至现在其实在台湾呢 也最近出了它的 这个一百周年的一个译本 那这本书呢叫做Sidhartha Sidhartha它直接翻译 所以原本它的书名是Sidhartha得道传 但后来有一个更有诗意的一个名字 就叫做流浪者之歌 那流浪者之歌 我想它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文人 它也影响了很多哲学家 我觉得它里面所谈到的 不只是赫曼赫赛这个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它来撰写一个 它认为是西达多 就是这个印度王子后来 得到这个成佛的这个故事 而它在这里面所讲到的人生哲学跟哲理 是一个非常优美的 它里面有很多的letting go 有很多的对于世俗 我们如何入世然后又出世 在这个其中我们怎么看到人生的全貌 我觉得是一本非常非常深刻的一本书 那我每隔几年就会把它拿出来 再翻译词 每一次读我都会有不同的体悟 因为我自己的人生在不同的阶段 那我相信这本书也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灵感 那最后一本书呢 我想今天既然有这个机会 我也就毛遂自荐一下 这本书我要推荐的就是我自己跟詹斯敦 他是一位人生教练 我们一起合著的叫超男进化论 那这本书呢 它特别在于它的排版 你打开来 你会看到上半段 就是这一页的上面 它是詹斯敦的故事 底下呢 就是我的故事 我们两个的故事几乎算是平行的 的并排 那我们两个有一点类似的背景 但又非常不相同 无论是个性啊 还有我们所做的工作啊 我们如何来到同一个地方 也就是开始思考 人生究竟是有什么 有了名利之后 难道就这样吗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真的回答我们人生中的问题来 得到一种比较平衡的 可以认真享受的人生 那我们就个别从人生的几大领域里面 身心灵家事社 来探讨这个问题 那在其中呢 我们分享了很多我们自己的故事 所以它有一点算是一个自传 但它每一个章节后面 也都有了一些 我们对于这个部分的反省 那这本书 它自从2022年的8月出版之后 到现在也已经悄悄的卖了十几刷了 那主要我觉得最令我开心的就是 这本书它叫做超男进化论嘛 所以它是写给男生的 尤其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男生 一般来说是最不会买书的男生 但在过去这两年当中 它也造成了很多的变化 我们甚至真的可以说 它所造成的这个变化 跟它的联谊 改变了很多男人 也改变了很多家庭 那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你 可以阅读这本书 好的 以上就是我这四本 跟大家做的这个推荐 希望你会喜欢 也希望你可以再找一个时间 可以好好的拿起一本书 给自己这个读处的时间 自己与一本书 这个何尝不是一个 在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是一个最奢侈的享受 我是刘轩 谢谢 也欢迎大家多多阅读